你最近怎么不给我送礼物了 每次出去吃饭还挑便宜的馆子 宝宝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遇到难出了 股票也输了 还欠了债 你都欠债了呀 对呀 要不是为了钱 我昨天怎么可能让那个泼妇那么羞辱 你笑话我 我没有 我是心疼你呀 你要是心疼我的话 你看你直播一个月也有十来万 你借我点钱 我晚上还你 我弟弟他刚结婚 所以我的钱都给他买房了 我真没钱 这么巧啊 我不管 昨天因为小妖妖的事情 我伸了一整天的气 你得补偿我 真不行 我们公司现在查得严 我得低调一点 下个季度我都给你补偿 真的 老公的话你还不信啊 谁是你老婆 家里查你手机的那位 才是你老婆吧 我可不敢查你手机哦 来 给 查 查 随便查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给了 那我就看看吧 你该不会早有准备 全都删了吧 我 我是那样人嘛 这可真不是我小妾 我就是帮你看看 万一你老婆给你安个什么 切听软件之类的 你老婆视频 走吧 你老婆视频 老婆 喂 老公 怎么不接视频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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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呢 全部队会不会开车 老婆我这 这 这 不安全 你没骗我吧 不是 你怎么又不相信我呢 没有 我就是想跟你说一下 我们俩玩两天就回去了 好 到时候我接你啊 她怎么老查你啊 如果要是我老公 想在外面尝尝鲜 那我就让她去咯 这样才能保证 爱情永远有活力嘛 只有没有自信的女人呀 才爱查手机 这都是她打的呀 那下手也太狠了吧 我看这东西疼 这件人啊 最近情绪就是殷勤不定的 该不会是抑郁症吧 抑郁症 老公 我最近精神状态有点不好 医生说是抑郁症 你能不能陪我再去医院看看 我 我这准天还有会 你让妈回去 如果还经有抑郁症 那是不是随时都有可能病发 那也就有可能随时意外死亡了 宗哥 你想什么 哇 养三母的大美女都在身边 你说的那想什么呀 喂 警察局吗 我举报 长寿街安康小区八号楼1103 有人卖淫嫖娼 不是警察全是动手误过来 我没收到谁 谁家呀 大半夜神经病啊 吵吵吵 不是警察全是动手误过来 妈 看眼睛 淳宗 怎么了 你让这事件嫖娼 现在跟我一起回警局 不是 嫖娼 你们搞错了吧 谁搞错 咱咱屁不屑啊 怎么办呢 现在让家里年轻的家属 跟我一起过去吧 去 妈 千万别让我 不行 我给你抓住我 你呀 怎么办呢 赶紧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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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也搞不清楚 我给她打电话 我给她打电话 我给她打电话